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0年臣服节目 近期,不管是在传统媒体上还是在自媒体上都有一种声音 那就是中国正在走向朝鲜化 或者用一种更精确的表达方式来形容 就是中国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朝鲜化 而各个城市正在走向新疆化 由于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近年越来越逼近于朝鲜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把中国大陆称作为西朝鲜 从2020年开始,中国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理由 停止自由签发大多数人的护照 而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与外界世界的联系的象征 中国的各个边境也几乎全都关闭了 近来中国全国上下全面封城,极端清零,动用政治手段 文革模式搞抗议 中共先后管控了武汉、西安、上海等众多城市 现在中共又对台湾岛进行了短暂的封锁 封锁刚刚结束,就开始对另一个岛屿海南岛进行了疫情的管控和封锁 把8万游客硬生生的封锁在了海南岛上 有网民开玩笑说,中共没有封锁台湾岛,却封锁了自己的海南岛 中共封城抗议的种种作为使得各个城市都在走向新疆化 纽约时报寄来的一篇专栏文章就做了中共在各大城市的防疫 与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高压管控的对照 维吾尔人在检查站排队以证明他们不构成任何安全威胁 疫情大流行时,中共让各个城市的市民经历数不尽的排队做核酸 则是要证明自己没有染上新冠 另外,中共政府清零运动中的政治口号与新疆镇压行动中的口号也相互呼吟 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送入再教育营中 而大批检测呈阳性的城市居民被送往隔离中心 官方的说法,这是应收尽收 世界人权机构担忧整个中国都变成新疆化,甚至朝鲜化 但是,中共的内部真的像外界所说的一样铁板一块吗?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最终真的会走上朝鲜化的道路吗? 还是说,中共内部派系斗争会使得这个百年政党四分五裂 中国会走向地方割局,最终走上美国那样联邦制的道路呢?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三部预言,推背图,金灵塔碑文,黄柏禅诗诗 都不约而同地预言了中国走向地方割局 并且最终在西方势力的帮助下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其中一二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感谢您的支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推背图中的政治预言 推背图中的第41项就非常直接地预言了中共这个政党 逐渐衰败,最后只能退居闪备,成为控制一方的政治势力 在本频道第九期的节目中,我们谈到推背图的第41项 直接点名了毛泽东创建的中共政权 并且也写出了中共政权最后退居闪备的政治宿命 这里我们来不重地回顾一下推背图第41项中 关于中共势力逐渐衰败,最后退居闪备的政治预言 推背图第41项写道 99年成大错,称王指河在秦州 秦州这里指的就是陕西 大家都知道陕西的简称为秦 是秦朝的首都所在地 陕西的关中地带自古就有八百里秦川之称 陕西还被称为三秦 所以秦州指的就是陕西 而陕西的延安正是中共发家之地 被中共称为圣地 当时就是中共这个政党的发源地 在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在前线全力抗日 而共产党却躲在延安称王称霸 暗中保存了实力发展的力量 最后霸占了中国大陆 称王指河在秦州 这句话预示着中共就是从秦州开始发展壮大 在这里称王称霸 同时这句话也预示着中共势力会逐渐走向衰败 也只能退居至陕北 最终走向中共的末日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 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独大的国家 中共是铁板一块 中共不可能逐渐示威退居到陕北 中共会越来越朝鲜化 但实际上中共的领导层并不是团结一块的铁板 中共领导层的成员在思想社会经济背景 以及政策方向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实际上现任的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中 有三大主要的政治派系在不断的角力 这三股政治势力的不断角力 会造成推背途中所预言的中共权力的衰败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二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按下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感谢您的支持 目前中共政坛上最大的三股势力分别是 一派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习家军 在现任的政治局九大常委中 栗战书和赵乐际都是习派的人马 所谓习家军主要是由以下三部分官员所构成 习派的绝大多数人马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习家军功臣略地 借着习近平上台之势 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势力之一 所谓习家军主要由以下三部分官员所构成 第一部分是与习近平有乡土之一的陕西级官员 或者有在陕西长期工作经验的官员 人称陕军 中国官场历来有省级意识 以陕西人尤其喜欢抱团 习近平对傅平老家 阎川知青插队有点念念不忘 与陕西老家走出来的官员 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与亲近感 栗战书、赵乐际便是陕军的统领 有消息称赵乐际的父亲便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老部下 除了栗战书和邵乐际之外 李希、王东风、高雪明等陕西级的官员都在十八大后获得了关键性的提拔 陕西级上将张又霞、房峰辉虽然年龄偏大 但是也受到了习近平的重用 习家军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习近平的老友和早年顾交 比如说习近平早年的政坛密友栗战书、中学校友刘鹤、清华室友陈西 习家军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习近平主政浙江和上海时的亲信旧部 尤其以浙江旧部、枝江新军分量最为重要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尚未获得人事权 而习近平的枝江新军这批人在十八大以后获得了越级提拔的机会 抢占了大部分省部级领导的重要职位 如习近平的浙江旧部王国新成为前天津市代理书记 王坤敏成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蔡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陈敏儿是贵州省省委书记 这些人都是习近平在浙江和上海时的亲信旧部 这些人也是十八大之后突出上位的 在中共政坛上 另一派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 又称共青团派或改革派 现任常委中的李克强和汪洋便是改革派势力的代表 团派以团中央为主要的山头 而团派的人马绝大部分来自于普通家庭 他们通常在不发达的内陆省份积攒起政治领导经验 他们中很多人通过在共青团工作获得提升 因此他们被称为团派 团派的主要人物经常表示对弱势群体 工人农民的关心 多数的团派官员都来自于普通家庭 而他们也都曾在比较贫困的内陆省份 担任过地方或者省部级的领导干部的职务 中共官场上另一派的主要势力 便是在上世纪90年代便崛起了江派 或称为上海帮 江派是以江泽民和曾庆红为首 现任的中共常委中 韩正就是江派势力的代表 中共首席智囊王沪宁 到底是姓江还是姓习 始终是一个世纪大难题 但是王沪宁是出了名的墙头枣 王沪宁再怎么吹捧习近平 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底色 他始终都是江派提拔起来的人 这样的墙头草 也不可能得到习近平这样多疑的人的重用 不可能成为习家境的一员 而江派是以上海帮为基础 曾庆红 朱隆基 吴邦国 黄举 陈智利 这些江派的骨干力量 都是江泽民主政上海时的亲信旧部 上海就是江派的主要山头 江派控制的省份包括 上海周边的长三角地区 虽然江派的影响力量 在中共政坛上不断的减弱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江派还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势力 在中共党内 一百年以来 最高层权力的交接 始终没有做到制度化的和平交接 正相反 权力交接的过程 是党内各种力量 在重重黑幕的掩盖之下 进行的非制度化的政治谋权的过程 这种过程往往充满着算计 甚至是血腥暴力 中共二十大的权力交接 也必将如此 中共二十大前 随着中共内斗的不断白热化 以及中国面对越来越多的内忧外患 中共内部政治势力逐渐开始分化 最终各个政治势力占山为王 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形式 正如堆背图第四十一项所预言的那样 中共不同派系最终走向四分五裂 各个派系占山为王 中国也最终会走上地方割据的道路 吹背图第四十一项也预言了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左派的势力 也会逐渐示威 退居到了他们所控制的陕北地区 从而保存自己的实力 这正好印证了中国那句俗话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金灵塔碑文和黄博禅诗诗 这两则预言都不约而同地 预言了中共统治的结束 以及之后中国在西方政府的帮助下 建立了新的国家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按下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先来看金灵塔碑文 它是中国民间流传的时代预言之一 相传是明初刘伯温所著 在民国七年 也就是1918年被发现于南京 当时的金灵的一座塔内 碑文基本按时间顺序 预言了20世纪以后 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包括国共内战 日本侵华 中共统治 以及后中共时期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中共灭亡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则预言中 中共灭亡之后是这样写到的 红花开尽白花开 紫金山上美人来 这里的红花预指的中共 红花开尽 预指中共灭亡 白花开是指 在中共灭亡之后的新政权 有一个主要的标志 应该含有白色 而白色是不是也让人联想到 国民党青天白日 其上的白日呢 紫金山上美人来 这一句非常值得我们细细的分析 紫金山比喻的是中国国都 紫金山跟中华民国颇有渊源 紫金山位于南京 南京是国民政府 在大陆时的定都城市 孙中山先生的林寝中山林 就在紫金山上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林寝 明孝林也在紫金山 孙中山先生曾经率领革命军 祭拜朱元璋 这则预言的作者刘伯温 正是朱元璋的辅政开国大臣 紫金山上美人来 应该指的是中华民国复国 当然要回到紫金山来祭拜 而这里的美人指的应该是美国人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 国民政府要在美军的帮助下 在紫金山上复国 黄博禅师师也惊人的预言了 中共统治结束之后 中国在西方政府的帮助下 建立了新的国家 首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黄博禅师师 这是唐武宗魏昌二年 公元842年黄博禅师口述 当朝宰相记录下的一本 推测中国无运的预言诗作 黄博禅师师共有14首 预言了从明朝一直到现在发生的历史大事 大部分已经应验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关中共统治结束之后的那首诗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按下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感谢您的支持 黄博禅师师第13首 赤鼠十同运不同 中原好景不围攻 西方再见南军制 刚到金蛇运以终 第一句 赤鼠十同运不同 网上有种流传很广的解释 那就是1948年 蜀年民国政府失事 开始逐渐牵制台湾 中共慢慢统治大陆 直到2020年根子数年 中共开始逐渐示威 中共的命运在两个数年之间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中共崇尚红色 因此称为赤鼠 第一个1948年 是中共开始霸占中国大陆 而2020年 是中共开始示威灭亡的年份 这两个年头虽然都是数年 但是运气大不相同 但是这里 本频道要提出另一种解释 应该更为准确 赤鼠指的是1936年和2056年 按照60年一甲子的年份信息表 赤鼠确实就是1936和2056 并不是网上流传解释中所说的 1948和2020 1936年是中国开始 真正发展壮大起来的一年 1936年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 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总方针 就是逼蒋抗日 而1936年的12月12日 张学良 杨虎城发动了西安赤匾 蒋介石最终只好接受了 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 共同抗日的主张 从这时候开始 中共便借助蒋介石抗日的时机 真正开始发展壮大了起来 而一直到2056年的赤鼠年 中共这个政党最终将走向衰败 为什么说是2056年呢? 因为这个时间点也正好印证了推背图第43项的内容 本频道在第十期的节目中具体分析过推背图第43项的内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则预言中年份信息的互相印证 推背图第43项 颂曰 黑兔走入青龙穴 欲尽不尽不可说 唯有外边根数上 三十年中子孙级 黑兔走入青龙穴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信息 是2023年到2024年这个时间点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示威 中国也出现了混乱的状态 唯有外边根数上 三十年中子孙节 从2023年到2024年开始 中国开始了三十年的内乱 最后由中国外边的中华子孙 来完成中国这个国家的大一统 建立新的政权 2023年和2024年之后的三十年 大致就在2053年和2054年 建立新的政权 也势必导致中共这个政党的消亡 这里的2053年和2054年的这个时间点 也同前一则预言中 2056年中共灭亡的时间点相互印证了 习近平当政以来 中共一改以往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 集体领导的政治模式 变成了一人专权 使得中国上下哀鸿叠野 在2023年和2024年之后 中国将经历三十年的内乱 最终迎来一个新政的时代 这个时代也将最终造成了中共的灭亡 改朝换代 建立全新的中国政权 那时候 美国的民主运动也会回到中国来 领导中国的民主建设 而中华民族的政统也会再次兴盛起来 这两则预言都提到了 在三十年的内乱之后 中国将迎来一个新政时代 这里的新政也会导致中共的真正灭亡 最终改朝换代 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共政权 在建立中共政权的过程中 西方政府也会来到中国 领导中国民主的建设 而且中华民族的政统也会再次兴盛起来 在当前的历史与世下 中国共产党强调大一统 以上的两则预言 让人看起来有一些摸不着头脑 但是中共的大一统思想 跟秦代帝国一样 一个专制政府都要强调大一统的思想 不断给人民洗脑 用教育和宣传的手段灌输中国大一统的想法 但是在葛建雄教授《统一与分裂》一书中就提到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疆域为标准 中国统一的时间实际只有81年 用更宽泛的标准来计算统一的时间 最多也只有950年 所以对中国而言 分裂和分制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部分 统一的时间其实是短暂的 根据我们对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三部预言 推背图、金灵塔碑文、黄博禅师传的分析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应该又会迎来一个各个地方割据自治的中国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最终会走向朝鲜化吗? 还是说中国会走向地方割据 最后走向联邦制的道路 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欢迎给我留言 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请按下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 感谢您的支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